与佛法桥梁 生命电视 勇爱创造新世界 生命电视 勇爱创造新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德、各位爱化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这是金龙的一首永梅诗 我们知道金龙先生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画家 很多画家在初学画的时候 在台湾目前也是一样 我们在初学画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梅兰、竹菊、四君子花开始画起 其实在画画的同时 也是在教养一个画家内心的品德跟心性 我们在借由画梅兰、竹菊 这样四种花的时候 我们去感受花的生命 怎么样去回归到窒息生命的一种意境 学习梅花的精神 学习兰的芬芳优雅 学习竹的刚正不阿 学习菊的能够傲双枝 能够耐双枝这样的感觉 所以中国的传统的艺术 我觉得它有非常圆满的 对于人格、人性的一个教养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方面的文化 我们今天的第二件作品 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插座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盘 可是在盘的上面 我们多加了一个体量 像这样的花器 我们就称为蓝了 这个蓝 我们在插座的时候 它也有很多的方便 跟技巧可以运用 比如说我现在要插这个盘 我们可以看到 多了这个体量之后 我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来做不同的设计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花器 这个花器 它的底部有一点点 再加上烧耳的过程中 加上一些玻璃 这样的玻璃会形成一种 像在花器的里面 有一点像水的颜色的变化 所以也是陶一家 非常用心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陶篮 在我们插座的时候怎么应用 比如说我还是接觑前面的那件作品 我还是用了一支这样大型的枯木 就成如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有时候我们要拿到那么大支的 大支的这个梅是不容易的 而且因为它是这么的珍贵 因为梅要掺风引路 在天地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够长得这么的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舍不得一下子把它剪这么长的大的枝出来 好 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借由这样的一个枝干 还有借由这样的一个提量呢 我就可以把这一个花器呢 把它固定起来 比如说呢 我要固定一个很粗的枝干的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这个提量呢 我要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可能呢 我要定枝 然后慢慢的把它立起来 那借由别的枝的力量 把它帮忙立起来 可是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呢 借由这个提量 因为它刚好有一个把手 然后我就把这一支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支的枝干呢 这一支的枝干呢 善用了 好 阿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 好 那它就变成一个 很美的一个写出去的感觉 好 就有一点点那种 作品很特殊的一种 那个形态的感觉 好 那这就是这个提量的好处 各位看到 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个提量 我要把这一支枝干立起来 是不容易的 好 那就算平常 我拥有这样的一个枝干呢 它也不容易把它插起来 因为它这一支枝干的力量很重 好 然后再加上我用后段的地方 盘的花旗的后方把它顶住 好 那这个枝干它才能够立起来 好 那我把这一支枝干立起来之后呢 我就开始插我的梅花 好 那我接下来呢 用一支这样的一个梅 好 那我尽量顺着这个枝干的生态 好 让它收在这个下 这个它的下段 好 我们看看它的角度 好 看到这样的角度 好 这个角度很好 好 那我 我们看一下呢 首先呢 我们这个梅姿呢 好 我们要剪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要先把它剪斜的 好 比如说 各位 菩萨现在啃她的刀 我把它剪成斜的 但是木本的花材呢 我们为了要让它吸水吸的很好 那我们要把它这样斜剪 斜剪的话 它吸水性会比较好 那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我可能 可是我这样子斜剪呢 我在插我剑衫的时候 有时候很不好着力 所以有时候我会 我会再加一个这样的两边的 这样子两边 左右两边 把它剪开来 那除了剪开之外呢 我还要再把它剪这样十字 因为虽然它是一只细细的梅枝干 可是呢 梅的枝干可是铁骨冰心的 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的精神 那我们常常说铁骨冰心 其实铁骨冰心这四个字呢 最早是用来形容什么 梅花的 好 所以梅花的枝干它是很 很刚硬的 非常有力的 好 这也是梅可贵的地方 那我把这个梅的枝干把它插起来 好 好 那我们还有一句话形容 说铁化银钩 说一个人的书法写得很好 就是铁化银钩 那其实铁化银钩四个字 当时也是用它来形容 梅枝的 好 那我把这个梅呢 也把它固定起来 好 那我们把这一枝梅花插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所谓的点点梅花天地心 所以真的谈到梅花呢 就觉得真的实在是太优雅了 那太有情境了 因为自古以来多少的文人 文人雅士 那藉由梅花呢 那琢磨在梅花的这个 诗情画意之中 好 那我在前段后段呢 各加了一朵梅 那各位爱华菩萨 可以从画面上看到那种 一朵一朵白白的那个梅花 虽然它是这么的 这么的小朵 但是它的那个清新洁白 还有它的那个精神的感觉 好 那我再加一朵在这个下段的地方 好 我再一朵做后段 好 让它有点点的 比较低一点点的出去 好 好 像有一点点复杂 好 那我们往侧面的地方 好 再一枝 好 把一些多余的修掉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梅花 它插起来的一个感觉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真的是 梅的那个精神呢 真的是不是我们语言 所能够形容的 好 那同样的 我也是一样再加上一些松 好 那我们把松做它的下段 那有时候呢 我们在插画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 画艺的一种技巧 譬如说呢 现在是梅花盛开的季节 那我们一定是以梅花差最高 表现这个季节 我常常用这样的 插画的方式 跟我们很多的同学分享 就是说 哎 某一位同学他特别的有才华 比如说某一位同学他 特别的饭饭特别好 或者某一位同学他 画画画的特别好 那当某一些场合是属于他的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以他为主 那在我们大厂里面 就像我们说的那种和和重 那尊重每一个人 那梅花在盛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买梅差的最高 那虽然松呢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以松做它的什么 辅助的花财 所以我现在呢 用松跟薄 各位看到 我手上除了松之外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南薄 那我用南薄来收它的下段 把我们的剑山的部分呢 把它收起来 好 加一点点的南薄 好 那我们刚刚欣赏到 那个金龙的这个丝 他说呢 老梅越老越精神 也就是说老梅花呢 到了越老的时候呢 看起来越有精神 因为我们说美是贵老 不贵嫩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有觉得我们的人 人的生命一样 有时候我们到了中年呢 或者到中晚年就会有一点点很沮丧 那其实事实上呢 到了中晚年呢 反而是我们生命最 最辉煌的时候 那最有用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我们对 万事万物的看法也不一样了 那人生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了 因为年轻呢 我们可能会局限在有一些 自己个人的 名利上面的一个追求 可是到了中晚年之后呢 我们那种无私的心 大爱的心 奉献的心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把梅与人化 那就就藉由像那个金龙的这个诗里面 他说呢 老梅越老越精神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到了中晚年之后 就像梅花一样 我们人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他说水电山头已有人 那种在一个空间中似有若无的感觉 他说清到时分寒满把 就是人的那种洁净 皎洁光明的生命 就像梅花一样 能到了一种很干净的意境之中 我把这个山茶做他的下段 然后他说 始之明月是前身 就是这个梅花的生命 他说到底是梅是明月呢 还是明月是梅 有时候在这个明月跟梅之间 做一个思考 就是生命的一种洁净的感觉 好那我再用一些些松 把这个撕走 所以我们有时候擦梅花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配置太多的花柴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花呢 我们以梅啦松啦这些为主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这样的感觉 好那我在侧面的地方 我给他加一点点的小菊 比如说像这个 好那这是台湾的生长的小菊花 好那我们知道呢台湾到了秋冬 在花室最美的一个花就是菊花 我们这两天上插花课非常的开心 因为好多好美的菊可以插 我在侧面的地方加一点点有色彩的 菊花再加一枝 那我们插菊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要整枝插 因为呢会看起来太多了 然后太杂了 好所以我们说插花呢要就像梅 雪梅一样是贵西不贵凡 好就是说不要太多 好然后我们把梅花分 把这个菊花分成两层 好上下来用 好让一点点色彩 好我在家后的地方 再加一点点的菊花 好那我们把这个作品把它插起来了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然后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去做配置 好我们先欣赏一下这个花 那您有没有发觉到 当我们加上这个老质干之后 这整件作品 它的力量跟感觉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花呢 做一点点布置 好那我们再插完这样一件的梅花 您是不是感受到那种 梅花在绽放时的一种 脱俗清新优雅 那我们这一 是一个类似的写井花 那我现在呢在这个 整个这个盘里面呢 我加上一点点的青苔 就像我们说的所谓的写井花呢 好把它拿一些些起来 好那我们把它可以摆一些些 对好像这样子的青苔呢 在这个上面 好就好像呢 梅花盛开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早春了 好我们知道呢 梅花盛开的时候是小寒时节 那小寒的时候呢 虽然也是冬至是第22个节气 小寒是第23个节气 但是呢也有人把梅花 梅花因为是第一红 第一个因为梅花是24番的 风信花里面 零百花最新开放的花 那各位阿弗菩萨 现在可以看一下 哇这个铺上青苔之后 这个整个空间的一种 不同的感觉 跟那个意境 好现在那个春天到了 当然梅花最可贵的 让我们感觉到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呢 因为春天到了 那我们好像在严寒的冬天过后呢 我们可以走向大自然的 因为大自然是 这么的清新脱俗 然后呢 这么好的磁场跟能量 尤其是我们现代的人呢 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 那我们会发觉呢 我们好像很需要去接近大自然 我们常常会发觉 以前的人 好像没有需要放这么多的架 他们一样可以 生活调试的很好 可是现在的 我们上班族呢 都需要放周休二日 那还觉得 每次星期一上班的时候 还非常的疲倦 那最主要呢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都接近电脑 那电脑有比较负面的一个能量 可是大自然的 时长跟能量是非常好的 那它 你只要接近它 然后呢 你就会发觉你的 那个身体的复原 然后体力的复原是非常快的 好 那我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井 所以我们说插花呢 大井可入化 那小井也可以用以用来呢 修我们的身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一个 这个做这个整个青苔铺上之后呢 好 那我放一个枯石 然后呢 我也放一个这样的一个 像巧一样的 像巧一样这样的一个 一个配件 好 除此之外 我再加一个这个 仙翁 那我们知道呢 梅花的花神呢 是零合镜 零合镜 那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一个仙翁 来感受到像自己一样 那我们刚刚提到 梅花的花神是零合镜 那零合镜呢 是宋朝时候的人 那他从小就非常的有才华 虽然交道中落 但是他非常用功读书 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 非常有内涵的一个读书人 那但是他呢 虽然这么有才气 但是他把名利看得很淡 那他独居在西湖的枯山 那古人说呢 苏上说呢 他养梅放荷 就是他住的地方 种了满满的梅花 然后养荷 所以人家称他为梅漆荷子 所以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写景花 那有时候借有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来还观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现在的人呢 在这个时代中呢 都被名利心所影响到 那也感染的非常的严重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像林河敬江的人 是不是是一个没有出席的人 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一种 对名利很淡薄 然后能够在道业上多用功精进 我想我们今天就有梅花 然后他掺风引路 然后在天地之间 这么长久的时间 然后开出这么芬芳 洁白皎洁的花朵 所以也许人到了中年以后 你就会发觉生命呢 重点不在于那个名跟利 而在于就是说 你对这个人世间的一个 一个感恩奉献跟付出 所以常常看到老梅 我们说就像金龙今天在这首时说的 越老越精神 那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 藉由赏眉、观眉 我们内心的意境 也是费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 所以希望今天这样的写景花 也能让你感受到春天即将到零 然后我们可以踏雪寻眉 那或者我们到野外去踏青 那去看看大自然这些 心心生意的一些花朵 跟大自然中的这些花草植物 也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新的一年 那心心向荣的一个内心世界 好,那街市全面那个意境非常深远的一个斜景梅花的感觉 那我们在插座第二件的作品 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把这个很美好的一个情境呢 没有把它撤开 那我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盘 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很随意的去创作那个感觉 那各位爱花菩萨接下来可以看到 在我用了几次的这个枯枝之后 我用了两支的这个梅花的枝干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两支很老的这个古老的这个梅花的枝干 那各位爱花菩萨很难想象 这一次的这个梅呢 都是我们从去信义香 信义香赏梅带回来的 今天所用的每一朵梅花都是我们去信义香 那跟那边的那个花农他们选购 就是在现场在旅游的过程中 那他们在卖这个梅花 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兴奋 然后跟他买了一束的梅花 那虽然过了几天了 但是那个梅花的芬芳高雅 让我们非常的非常的怀念 非常的感受到那时候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的感受 那接下来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中的这一支梅 那包括这一支梅花呢 也是我们当天呢 从柳家梅园买回来的 那我把它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角度 把它插上去 那梅花还是一样 就像我在先前说的 第一个呢 我们先把它稍微的剪开 就剪成这样子一个啊 一个尖尖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把它这样剪开 因为我们说呢 梅其实它看起来细枝很细 然后呢 可是它的枝盖是非常的有力的 好 那我把这个梅枝呢 稍微的 看看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插座 好 我把它插稍微有一点点高度好了 好 试试看 好那我一边在插花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感受到 我们也同时来欣赏一下这个梅枝的枝盖上面 它有一层的苔蟹 有一层这样的苔蟹 有一层这样的苔蟹 那非常的美 那枝盖本身的那种 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树皮上面形成的那种色差 还有那种 它的那种本质的一种感觉 对我们插花的人来讲的话 来看的话 都觉得很有意境 而且很好 好 那我再插完梅之后呢 我的下段还是用一点点的松 好 用一点点的松 好 那我们用一点点的松做它的下段 补一下它的下段的 鸡盘的地方 好 再接一段的松 好 那我们用一些些的松呢 收它下段的一个鸡盘 好 那也让呢 这个花形呢 下段比较稳定 那其实呢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 这个下段的这个鸡盘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修饰我们见山 好 那一个就是 让整个作品 那个稳定感更好 而且呢 有下 我们插花讲究 上中下三段 好 所以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们要加一点点的一些松枝 好 好 那我在这里呢 再加上一支的梅姿 好 做它的下段 好 做一下它的后段 好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要有上 中 下三段 好 那也要前 中 后三井 三段三井的效果跟感觉 好 那我们会发觉呢 这些枯枝呢 这些树枝呢 只要是 有一些绿色的东西 搭配上去呢 它就会觉得特别的有生意 好 好 那我今天呢 要在这边呢 加一朵的 比较红色一点的一个山茶 好 比如说呢 我加一朵这样的一个山茶画 好 好 那我没有加在很正面的地方 我把它稍微微微的加在这个下段的地方 好 我们试试看这个角度 好 那我们在擦山茶的时候呢 我也 加一点点的松 去衬托它 在下段的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在做这个松 做这个鸡盘衬托 因为有这个绿色的感觉呢 那整个花 整个山茶的美 就更清楚了 好 好 那我在做完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一样 用一点点的这个青苔 好 那我一边在放青苔的时候 我就想到呢 这一次我们到那个 新一乡的柳家梅园去赏梅 好 那柳家梅园 柳家梅庄的庄主呢 他们在整个大厅里面挂了一个 那个 也许我们平常常常看到的 春脸 一个对脸 他的那个 诗上说呢 芳草春回依旧栗 梅花使道自然香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 也许在我们平常呢 在过年的时候 有些人会挂到 挂在家里的那个门脸的上面 就是穿 做我们的春脸 那柳家梅园呢 他这么大的一个柳家梅园 他挂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脸 那他用的就是这两句话 我记得那天我们到了柳家梅园 因为在之前呢 就有一点下雨 那每个同学都很担心 是不是会 会第二天下雨 就少了 少了那个 赏梅的雅去 那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呢 是雨过天青 天气非常的适合 我们春游 所以呢 我也跟同学分享说呢 真的就是 芳草春回依旧栗 梅花十道自然香 任何的事情都不用去 很刻意的去担心 或者去忧郁 那相反的呢 一切水深因缘 那掌握因缘 那珍惜这个因缘 那我们借由刚刚讲的 金龙的老梅越老越精神 那去体悟到生命 就像这个柳先生一样 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的爱家 然后爱乡 更爱他这个土地 更爱他这个土地上面的所有的人民 那我想这个美呢 可以给我们生命 从各个角度不同 很多另类的思考 那期待这样的梅花 在这样的一个早春 可以带给你生命的另外一番的行思 那愿此向华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父法隆天 普勋众生 共祿佛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秘义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就要放生 布施 超度 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发挥紫碑 抢救生命